北市监视器的弊案争议延烧更爆出了北市前后任的市长 柯文哲还有蒋万安现在是隔空护杠 今天两人是同场出席的清大台北政经学院动土典礼 柯文哲主动和蒋万安沟通台志光案却两度被打断 会后呢柯文哲更新增受访 两问蒋万安为什么上任之后呢预算增加 敢不敢开临时会接受议员的咨询呢 几乎是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同一时间抵达会场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个剑步走向前 独留柯文哲喂鲨鱼 就算看到柯文哲准备坐下 蒋万安连头都没抬 两人肩并肩而坐 眼神却毫无交集 直到五分钟后 柯文哲主动打破沉默 决定和蒋万安只求对决 想当面沟通北市监视气壁案 却两度被打断 讲完主张预算增加是前朝责任 柯文哲气不过新增受访 再度叫战蒋万安 柯主义可能忘了 大家很关心的是警察局的专案费率 这件事情 那这个是在柯市长任了106年 他所签订的 那也因为他所签议这个约 所以我们3M的月租费 每一支来到2200元 跟你讲我只问一个题目 费率是我定的 为什么我的预算是4.6亿 到你的预算是5.5亿 这才是关键嘛 因为你们就是要把2M 从那个23%的这个3M 改成100%全部用3M 就是这样 故事就这么简单 拿出来检讨就好了嘛 不要再东扯西扯 有本事 开零食费 让每个议员上来问就好了 双方激烈交锋 一个监视器弊案 真相还未明朗 已经掀起蓝绿白 三方大乱斗 记得廖凯成夏军城 陈思奇荒新采访报道 台北市议员陈崇文 涉滩案不断延烧 现在又有消息传出 牵涉其中的资深议员 办公室主任 打电话和相关的单位联络 要求删除所有聊天记录 也被民进党议员 简舒培质疑 是不是要湮灭证据 而国民党的议员呢 王兴怡被多次传出 牵涉陈崇文一案 如今也被怀疑 删讯席的电话 是不是就是从这里打出 是跟陈崇文的比较友好的关系 就被点名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太公道 委屈喊冤 台北市议会副议长叶灵船 被指涉有可能参与陈崇文 涉滩案 切割回应议员都是单一个体 陈崇文涉滩不断延烧到 每个议员身上 如今再传还有案外案 陈崇文议员遭受搜索之后 助理要求所有的府会联络人 都要把他曾经讨论过 台字光的所有的对话 全部进行删除 陈崇文涉滩 第一个跳出来澄清的 就是国民党籍议员王兴怡 也曾经传出 王兴怡的办公室主任 为了护航预算 标骂市警局警官 难道这次也跟王兴怡的 办公室有关吗 实际致电王兴怡本人 与办公室主任都没有回应 而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再指控3月22号 原本要讨论月同案 但最终刘慧跟台字光闭案 王兴怡不想把自己放到 美光灯前脱不了关系 王兴怡议员因为是 国民党的书记长 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他的助理也被牵涉其中 也被点名有牵涉其中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样子 而没收了临时会 随着陈成文一案延伸 王兴怡的名字 不断出现在台面上 却始终没有出面解释或澄清 台之光怡云 在王兴怡的沉默中 持续发酵 记得姚家鼎律 辣腿报道 出面は 自民党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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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